手機對準毛小孩按下快門鍵 除了拍下貓咪狗狗的可愛模樣 還能順便替牠們建立寵物ID 成立於2018年的南韓新創公司 利用AI技術動態偵測貓狗鼻紋 自主只要拍下五到二十張 自家毛小孩的清晰正面照片上傳 就能為寵物建黨 據這間公司表示 辨識寵物的準確度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九七 坐在螢幕前操控著方向盤 乍看像在玩遊戲 但其實這是德國新創公司 開發的遠端駕駛系統 人在巴塞隆納透過系統和網路連線 就能臨時差操控 遠在德國柏林的這輛車 新創公司希望能打造更簡便而永續的開車方式 平時開車除了會遇到塞車 路邊停車也佔據不少空間 如果想開車時 隨覺隨到抵達目的地 以後由遠端操控把車開走 也不用再煩惱停車問題 世界行動通訊大會會場內出現一艘飛行船 這是英國一家區塊電 公司推出的飛行船網路基地台 不用在地面建基地台 只要飛行船飛得到地方 就可提供當地人網路使用 像是網路較不普及的非洲 或是電信業者難以進入的偏遠地帶 都能採用飛行船機地台 用簡便方式大幅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 華視新聞的Ruyn編譯